枪枪三人行 你们好 我是邓文涛 还有梁文道和潘杰 有一个运动 我们应该响应一下 在英国前不久 人家很多人发起了一个运动 叫做什么呢 全国偷懒日 是一些小型公司和唱片公司发起的 他们这就每年都举办活动 他们的理念就是认为什么呢 就是认为英国人的工作量之高 为世界之冠 所以他说 这种有规律的上班时间 这种超负荷的这种工作方式 整个西方这种上班的这种方式 过去的了 这种上班方式 只会让这个有创意的人 变得秃顶和疲劳不堪 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这个大家就是偷懒 他们主张这个这个上班的环境 轻松一些 有骗子 比如说有床 没有骗子 别都可以去睡是吧 其实现在本来越来越多的公司 已经越来越走一个游戏化的概念 很多公司里面 比如说装一个篮球架 或者有一些电动玩具在旁边 通常是那种新派的那种IT公司 比如说加州那一代 建桥 英国建桥那一代 也有很多这种公司 都是里面特别多的游戏 特别多色彩缤纷的东西 让你一进去觉得 就不像上班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是提倡不起来的 因为IT呢 是大概是两三年前开始流行起来的 那么IT的人的服装 IT人对于工作的一些看法 都成为非常流行的 可是就说自从这个经济不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情况是完全改变了 就我一个朋友说 说起一件事情说 现在的在办公室里的人 不是说推你做什么事情 我做什么事情 而是说大家都真的做事情 对 他说有一个人呢 说他平时呢 一个人呢 要做大概七个人的事情 那他每天都叫苦连天 说我怎么做那么多事情 别人都不干活 可是现在呢 你要知道吗 他没有事做 因为别人都来抢 对 那你说 你说现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偷闲吗 不 我最好是去多做一些事情 那肯定是英国经济环境好 像现在这个亚洲地区 受到金融风暴打击之后 大家都是怕没事干 因为抢事干 才证明自己在公司有存在价值 你懂吗 你一个人太闲了 你比如说当主持人 你的光主 你没节目主持的话 那你就觉得你的危机就很大了 我喜欢啊 你没有危机 不是 我有危机 但是我觉得 你看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个星期一的时候 好像这个办公室里的同仁啊 情绪都不大好 每个星期天晚上临上床的时候 心里充满了阴影 就觉得明天要上班了 就过了一个周末 你知道人的本性是好意勿劳的 是喜欢自由浪漫的生活的 所以这种上班这种东西 实际上是会把人弄得就失去 失去人性的 你有没有染上这个叫做周末综合症 我觉得我有 就是每个星期六吧 就没事 星期六的时候 因为这个周末刚刚开始了 可是一到星期天 星期天下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焦虑了 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我觉得我本来准备星期六 星期天干的事情吧 可是一键也没有干 然后天色又暗下来了 我明天又要上班 因为其实一个礼拜积累 积累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你总是想说星期六星期天 我可以做一些 整个星期没有做完的事情 可是到星期天下午 你就发现你原来一点都没有做 那明天又要去上班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特别容易吵架 你没有发现 特别容易向人家发火 后来我想想就说 人家说这是一种综合症 就是这是特别上班人有的 你看所以那天他就说 我最近喜欢玩这个茶叶 咱们再给摄影师看一下 青山绿水 瞧瞧这小茶叶 现在变成 那个茶桩它有份 嫩绿的叶子 这茶多漂亮 我说这意思叫什么呢 有句话 叫天老我已行 五亿五心已补之 是什么意思 就是天哪就是我的命里注定 老我已行 我在行体上 可能就是忙忙碌碌 老我已行 没办法 都是公司的任务 对吧 但是你怎么样忙里偷闲 心呢 意就是飘逸放逸的那个意 就发白日梦 来补 不对 是不是发白日梦 不是你看 你比如说咱们本来是做一个节目 对不对 那我发现了一种好茶叶 我说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 可以请你们两个来分享一下 来品尝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节目里就有了我的玩的成分 但这个实际对观众也是分享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做你想起工作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 你就觉得工作也可能是挺有乐趣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最近我在看一本书 有一个人叫索罗 那这个人呢 是十八十九世纪中的时候呢 他一个人就是拿了一把斧头 就跑到一个湖边去 那湖呢 叫做瓦尔登湖 他就因此呢 就写了一本书 那他整个书的这个讲呢 就是讲人可没可 怎么样可以在需要最少最少资源 最少最少劳动的情况下呢 就是生活 那他呢 就是一把斧头 他就自己去盖房子了 在很漂亮的湖上呢 他每天看着这个这个日出 看着这个日出 照在这个湖上 这个看到湖有什么变化 那后来他就就有 有他的书里面呢 就有他的一张账单 这张账单呢 那就说明了人其实可以在很少很少的劳动下就可以维持下去 比如说他的一年的这个食物的用品才十几块美金 当然这个十几块美金是一八几几年了 然后他就说他的这个造房子所需要的是几个美金 然后他就就反过来就说 那个时候已经是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嘛 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的人其实都在反其道而行 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就是说呢 本来我们是劳动 劳动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存 可是后来呢 我们就变成是为劳动而劳动 而我们的生存呢就完全不顾了 比如说我们要造房子是因为我们要想说在不要给雨晒日灵 可是结果呢 我们造了为了要造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为了漂亮这个漂亮房子里面有很多很豪华的装饰 那结果呢 我们就天天在外面奔波 我们天天日晒雨零 我们还不觉得 我们还觉得我们在做一个很正当的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就读这个书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人都是很可笑 对你讲的好 我发现了世世代代都有那么少数人 一次次的提醒这个云云碌碌的这些众生 提醒你告诉你 终极的幸福是什么 就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幸福 很多人在工作里已经感觉不到幸福了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最近就发现呢 搞好跟同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不光同事了 跟周围环境的关系搞好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节目 对你有你的一个理念 对吧 理念之间可能有冲突 对吧 你发现没有很多人就是这种矛盾 弄得自己忧心重重 其实呢 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来干什么来了 工作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对吗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营造一个好的人际环境 因为我发现呢 甭管那么多你自我有什么多么强烈的意见 一个关系很好的集体 大家之间都是轻松愉快很高兴的集体 很少有做事做不好的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你的问题在于你的自我太严重 为什么大家都得听你的 这个你当然可以有很多理据 对吧 人对自己的自信建筑的可以有很多理据说你我是对的 可是实际上你对又能怎么样呢 早晚人还不免不了一死 这么个节目算得了什么呢 对不对 你是你往终极上一想 你就觉得你自己太可笑了 你在坚持什么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想干嘛 我现在每当我心里有个狂妄的想法的时候 就会有另一个我在问我自己 你想干嘛 你以为你是什么 这是一个节目嘛 对吧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主持人 人家有什么想法 也许你不同意 但是为什么不试着去想一想 哎 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 能把别人的想法也锦上添花呢 哎 你这么一想 你就会发现呢 哎呀 大家讨论的就很好 所以说 呃 无我呀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你已经不要太强调自我了 人可能会有偏差 不过我觉得现在你们刚刚说的工作 呃 或工作好像另一面就是沉闷 然后工作跟沉闷的工作以外 就是一个快乐的一个闲适 像这样一个对立啊 是很现代的一个观念 嗯 这就是很有名 就是马克思早期的讲法 就比如说他说人现在是异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已经没办法在在工作里面 掌握跟塑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 跟自我的形象 嗯 你比如说过去一个做面包的人 过去一个做木匠的人 嗯 做椅子的人 他可能是从伐木 一直到最后做出那张成品 都是自个一个人 动手动脚干起来的 这样子他能够掌握整个过程 他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件东西 是怎么样 原来从一堆树里面 树木里面 变成这个样子 而是我参与在里面的 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把我投射进去的感觉 这是我的东西 我做的 我完成了这个东西 我的生命有意义 我的生命在里面得到呈现 但问题是 现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做一个工作的零碎的部分 对不对 一个生产线 比如说一个做汽车的一个工人 他可能是劳斯莱斯的工匠 他就算是做劳斯莱斯的工匠 他可能也只是负责某一个部件 他并不懂得整个车是怎么做出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做出来那个车子并不属于他 那并不是他的 于是他就非常异化 异化意思就是说疏离 疏离于他所制造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首先在拥有权上不是他的 其次他也看不出他跟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的关联 那于是这个样子 我们生活就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所谓的沉闷 你们发现 你看古代的作品 古人 中国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很少人提沉闷这个字眼 闷了 是一个现代的观念 闷就是因为有现代这样的生活 于是就出现了闷 你一有闷 你就想办法怎么样打发这个闷 不要闷 那不要闷就怎么办 就去消费 去玩 那结果变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说说你的烟斗 对 我刚刚不是说 这个 那一天我们说过烟斗的味道的变化可以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烟斗也是一种精神的修念 你比如说像我平常 我做的事情很多 我就是典型这种所谓现代人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星期天恐惧症 因为对我来讲没有星期天的观念 我也没有放假的观念 我不上班 但不表示我天天都放假 反过来是天天都在工作 那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后花园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对我来讲 就可能是回到家 慢慢的在抽烟斗的时候 因为抽烟斗可能程序 你比如说点火要讲究 然后抽完之后 你要把它晾干 晾干了之后 然后你再清洁它 那是完全的需要耐心 要专注 要精细 那在这个过程底下 你就能够暂时离开所谓的工作 而且在这个情况 抽烟斗的情况底下 你就算跟别人说话 你在写字 你在看书 也会有一种距离感 因为那时间出来了 你想想看 你看一看书 你退一步 要抽一口烟 你手上还总握着一个东西 这会让你营造一种距离感 跟你拿烟不一样 你手上就这么细着一根烟 你会慢慢变成一个不自觉的动作 你会忘记 其实有没有这根烟 那烟斗不会让你忘记它 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抽烟和抽烟斗都不一样 我到发现就是说 这个是茶 比如说品茶 品茶在中国就和在日本就很不一样 比如说茶经 陆语写茶经的时候就讲 说其实欣赏茶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都不想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周围的团队太喧闹 你也不应该品茶 你的杂念太多 你也不应该品茶 就是说你的品茶的过程是和这个自己和茶融入一起的这个过程 可是你到了日本就不一样 到了日本这个茶就变成是一种仪式 比如说你说在日本学茶道的话 那茶道是一个半多钟头 沐浴更衣 然后所有的人做好了一道程序到另一道程序 完全把它扮成一种仪式化 那是不是就把它更离开人性 这个我有体会 我跟你说 让自己放松 一向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叫寄情于什么什么 就是忘记自己了 完全就像小孩玩游戏玩玩具 完全把自己投注在这个玩具上了 忘记自己的存在了 这是一种往外走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往内走 比如说内省啊 这样获得什么入定啊 心灵的宁静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我玩那个功夫茶呀 我就发现一个道理 我曾经试着在泡茶的时候 能不能同时看书 不可能 他的目的就是玩杯子 你看那个茶船 洗了哗啦 一会儿你得保持这个杯子的温度 湖的温度 往上淋水往外 你完全 我就发现把你两只手全占了 就是说在整个泡完这七八泡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做任何别的事 而且你得看着炉子烧的水温 你得看着这个杯子 看着客人等等 你这么一套东西下来 不管是仪式还是什么 你就有了一段时间 是无我的时间 你完全 你只能顾着它 这就是五意五心 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心飞出去了 飞到另一个事情上去了 可是这个还是不是绿茶的享用的方法 绿茶享用的方法 更多的是 就是说 直接泡杯 不是绿茶是一个融入的过程 我觉得你还是太注重 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注重在一个茶的上面 没有一个很自然的 就是说 为什么不可以放松一点呢 不可以 不可以那么 其实你刚刚你说日本 我想起来我们中国的茶神是陆语 日本的茶神是千利修 两个人都分别写过茶经 但是你看他们的茶经 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陆语会跟你说这个水怎么准备 要用哪的水来好 他最讲就是到最后 你喝的是那杯茶的味道怎么样 你喝什么样的茶 但千利修贵为一个茶道大师 后来所有日本人说茶道什么 有些人不是叫茶道大师吗 你们想过这个名词 中国没有的 我们很少说 他是个泡茶专家 这不值得特别的推崇 对不对 但日本的那个做茶道大师 那种我们特别推崇 这是为什么 他并不是泡出来 他特别好喝 茶并不会因为人的技巧 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变化 而是什么 他经营的那个环境 跟那个仪式特别的优美 让大家坠入里面 日本的茶经 日本的千利修 日本的茶道所讲的就是 忘记这个茶本身 是透过喝茶的过程 去达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在做那些仪式性的动作的时候 他是在进入一种状态 日本的所有的道 花道 就算武士 念剑 都并不是把注意力 放在剑本身 而是当你达到一个 对剑的极端的专注 那一刻 你离开它了 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们特别强调这种 是一种精神的修念 就像我们这个鲁玉说的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我谁也想不到 一女孩子说这样的话 鲁玉说这个 我在报纸标题上看到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从这个茶里得到的体会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人类啊 我发现这个自有文化以来啊 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这个练提取 提取人类一直在钻研 这个提取的技术 比如说练金 就从石头里 我给你提取出金子来 精华 提取日月天地之精华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嘛 茶也是这样 你看我像说过用这个热水 内外浇工 保持这个紫沙桃湖的 这个内外温度一致 就是两种热力 把你茶叶的这个精华给逼出来 最早不是煮的吗 你看他全是在想练 用某种环境 从这里我得到启发 人也是这样 所以碰到困难 不要怕 那就像是泡茶 往里倒这个热水一样 你的精华就得这么才得给练出来 你比方说 我就发现 你说这个前年 我带着一个那个什么 玉珠嘛 刘台珠嘛 风水大师嘛 指点的 然后后来我又带了一个玉的玉环 都是高人指点 确实是有财运的 渐渐是都顺的 确实是的 但是呢 今年我就把这两个都摘了 不带 不带的第二天 马上就是什么事都不顺利 买件衣服 说买了个中号 试了个中号 人家偏偏给我拿个大号 我还没看 回到深圳才发现 你说就是这种诸实不顺 确实我感觉到 但是我就发现呢 我有意的就是要摘下来 因为我就是想接受一下这种不顺利 你就是说这种不顺利 如果最后你能练的 对这种所有的不顺利都能保证内心的喜悦 就是你外界什么事情你都影响不了我内心的喜悦 这个人就算是炼成了 就是我也曾经想过 你想过没有 就是说这个节目要是突然间没了 那我干嘛去呢 对吧 很难想象是吧 过去就觉得这个事是自己最重要的事 我曾经跟人说过 我说这个节目是像我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不要太执着 就是说它不是你的 这个节目再好 这个节目你再用心做 但是你永远要明白 你要有正确的看法 正确的认识 就是这个节目是凤凰卫视的 是一个公司的 是领导者决定的 本质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它不是属于你的 真正属于你的 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爱好 你的感情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这是谁都没法从你手里夺走的东西 你真正应该保守的是这些东西 工作上的成绩再大 我跟你说都像泡影一样 说没就没 你要是太看重这个 将来要有一天领导说 咱把这节目撤了吧 我不得跳楼去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另一种 对我来讲 我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很重要 但他们都是帮助我 去达成另一个更大的目标的一个中途战 所以譬如说我办一些杂志 有的杂志就不见了 垮掉了 倒闭 做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了 那专栏不见了 或节目没有 对我来讲都没什么损失 我通常说 好啊 那算了 然后我跟着就盘算 下一个做什么 因为总有别的东西可以帮我去做我想做的东西 而且主要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做一件事啊 很奇怪 就做到一定程度吧 事业心越强越完蛋 越做不好 你这个越想把它做好 你那个心越强啊 状态失准 我这个做主持人 我相信很多主持人都有这个体会 这个场合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使劲浑身解释 我把它弄好 最后肯定不怎么样 反倒是那种 就是你 闲适的状态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你对他不负责任 我发现就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若有若无的那么个竟 就是你进了你心里面的 你进了你的最大的能量 能够把它做好就好 可是你不要 这怎么 就那个憋的那个劲 就说非得把它怎么样不可 有些人你就能看得出来 气势汹汹 有备而来 这种人最后都得煞鱼而归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太有为了 心呢 反而就不能保持一个特别灵活放松的状态 你心态不放松 做什么也做不好 像追女孩子就是这样 你追的他太紧了 你早晚就没带把他给吓跑了 你怎么把我的经验的总结 而且是你会对自己 失去一个正当的判断 我见过太多人追女孩失败 就是太重 你会不会太重 你不能和我这些人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你没听说我一样